朋友们 相信大家都已经抽到胡桃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带来一起 久违的胡桃连招教学 废话少说 下面我们就开始 第一个 图形中意 首先我们切出来中意开炎如拍师 然后我们再切出来一篮 能量满的时候 你就可以先放大中场 收工 如果说我们能量没满 我们可以先放一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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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来切出来行秋 踢一条两脚 踩 踩 给有记理剑才能踢两脚 然后我们再来放大财与流红 最后我们就可以切出来胡桃了 七 紧接着我们就用广生堂堵传枪法 如果说你是一个一米胡桃 你就可以A一下戳 然后闪 A一下 然后戳 然后闪 如果说你是一个零米胡桃 你就是A中个跳 最后大概也就是A个七八下左右 我们就可以用胡桃 吃饱和饱 一路走好 吃饱和饱 一路走好 但是如果说你是追翼 你就可以先不放大了 多戳两下 多戳两下 防止胡桃下次再开翼的时候没有能量 追翼的四千套的属性吃不到 然后就是第二个胡桃的高配阵容了 胡叶中墨 为什么高配呢 因为这里需要二命夜兰 然后莫娜最好是一命莫娜 这个阵容应该是现在胡桃上海最高的阵容之一了 下面我们就来开始 首先我们切出来中离 安如磐石 然后我们再来切出来夜兰放大 中场收工 因为是二命夜兰 所以可以放两个翼 我翼过来 我翼过去 然后我们再来切出来莫娜开大 天命几点 放个翼 水中的虚影 命运的虚影 忘了我说了 反正就这 然后我们再来切出来胡桃开翼 七 用网上堂祖传枪法 一中三 等你中击八九下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放大了 吃饱喝饱 一路走好 追翼的话就不用放大了 多一两下 跟放大差不多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有关于胡桃主的连招教学了 其实还有一个阵容 也就是 胡行周末 跟胡叶周末的顺序是一样的 夜兰放行就行了 那最后呢 就祝每一个点赞观众的朋友 都能抽到胡桃 看在今天这么努力的份上 大家不给点个赞吗 哎呀 养了之后没这么大一能量 iße 好